我去借錢舉債來減稅 那減稅的目的可能沒辦法達成 你又增加你的負擔 你的政府的債務更多 整個市場就對他沒信心 沒信心的話就抛售債券 抛售債券就影響到股市 影響要匯市 影響到他的一些情況 所以他是產生一個減稅的信心危機 因為你沒有back up 像美國就不一樣 美國要減稅就減稅 為什麼 因為美元可以不斷利益鈔票 美國是有全世界的駐幣權 美國說鈔票是我印的 問題是你們的 對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鞏固 美國三大紅線 軍事 科技 第三個就是駐幣權 所以你看任何國家要用人民幣 來賣賣石油的話 你看看美國會怎麼對付他們 這就是一個取捨 經濟跟老百姓的安全是一個互相取捨 除非說已經到動搖國本 比如說大陸你看這個這時候清零 動態清零的時候 第二季是0.4%的成長 你看以前都是15%現在是0.4% 然後對這個一些消費投資 甚至外資 最近看到那個富士康不是整個20萬人大逃亡嗎 所以他乾脆就把你整個封鎖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KPI的問題 我們在20年前 一二十年去大陸去出差的時候 常常坐飛機都會delay 都會延誤 為什麼 因為就上面的KPI是連做法 你今天只要有一個飛機失事 這承辦人下來上三級都要下台 那所以你會怎麼做 你就是想說 這個兩岸的危機都是 都是讓台灣變成就是說短期內 可是台積電 因為你要複製一個台積電是不容易的 台積電本身有它的技術優勢 它的cluster 它的work ethic 它的就是工作倫理 態度 人才 它的這個產業鏈 它的產業群聚 所以不是隨便搬一個人就可以做 所以後來外資會覺得還是在台灣 生產比較有利 這時候台積電就覺得它應該會從 所以我覺得這個利空比較短暫 大家會覺得嚇到了 但是如果你最後恍神過來 就是恍神了以後再回過頭來 你會發覺 台灣還是有它的一些優勢 台積電還是有主宰它的優勢 一旦景氣反轉 我就訂單給你沒收了 我的訂金給你沒收了 我就不honor我的contract 這時候會讓這個庫存更多 所以現在你看消化從這個廣達 從這個ASUS 都有2000億以上的這個庫存 回過頭還會影響到上游的一些東西 所以最近聯花科台積電的周轉天數 庫的周轉天數都在增加 所以告訴你說這個是庫存太多 第二個是將全世界都在下修 有近期那一定是需求減少 需求減少多少也會回過頭來 對一些相關的東西支出 那所以台積電也表明說 今年會砍10%的 它今年本來400億美金的支出 那明年可能會砍 賃金やそれからそれを反映した物価の上昇率がですね 今考えられている以上に 20年是他不怕通膨 只怕通縮 所以他鼓勵老百姓的效率 所以利率低當然會造成貶值 但是他也不喜歡貶太多 因為就是說我這個趨勢是 但是所以我到貶到一個 比如說到150下位 我覺得貶太多會對我產生不利 他就開始進漲干預 所以貨幣正是寬鬆 是讓他的一些 比如說這個幣值貶值 然後進口成本變貴 所以我就刺激你來 不要不要再儲蓄了 趕快出來投資趕快消費 擺脫通縮的一些困境 但是呢貶太多 對他還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因為第一個是你進口的東西變貴了 這個油價貴你的逆差就很大問題 第二個是你貶值 貶太多對你的出口沒有幫助 為什麼 因為日本現在很多產業外移 所以貶值對出口幫助 沒有想像那麼大 很多人講說貶值 貶值最好的就是對觀光客 觀光客他會吃進去很多觀光客 但貶值會不到海外資金會回來 日本的很多母子公司 會不會把錢回來 我那天看了瑞稅金控的報導 他說其實越來越少 其實也不會 就是說以前日幣貶值 那海外賺的錢可以會回來 衝到母公司你就會盈餘會增加 但是這個東西也在效應在地前 所以日幣貶值最大好處就是吃很多觀光客 好 所以他也不能貶太多 然後貶值最大的壞處就是進口成本變高 你都所得沒增加 你中地收入老百姓會變成M型化非常嚴重 因為我日本人這十年來這個薪水沒增加 但是你貶值以後很多進口成本 所以日本很多什麼百元店 很多那種廉價的店 什麼呆手這些東西 慢慢都要調整它的售價 就是要貶值超過的 最新的價格是最新的價格是14萬元 20萬元近的價格是20萬元 空間大約20萬元 也有很多額外的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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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額外 我以為客人來說 也沒有高額外的額外 如果有8個額外 就算是1萬多元 也有太大 那對中低收入的人 更是影響 對一些什麼他們都半下流社會 這個就是一些老人家 然後過得很辛苦 然後他進口的成本貴 他就更不敢消費 其實反而是不利的 因為我看 日本等於是很罕見的開始 現在都是通膨 尤其他是進口五價變貴 因為日元貶值太多 所以我看他們最近首相 已經發現這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針對一些石油還有電價部分 要進行補提 所以他只能用財政的政策 對 因為貨幣政策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現在各國 那當然現在就是 所以像英國 他發覺他沒有貨幣政策 他只要用財政政策去減稅 去增加政府支出 就更慘 啊 產業政策 對啦 因為他的沒有編財源 最重要是他沒有編他的resources 就是說我去借錢舉債來減稅 那減稅的目的可能沒辦法達成 你又增加你的負擔 你的政府的債務更多 整個市場就對他沒信心 沒信心的話就抛售債券 抛售債券就影響到股市 影響到會市 影響到他的一些情況 所以他是產生一個 減稅的信心危機 因為你沒有back up 像美國就不一樣 美國要減稅就減稅 為什麼 因為美元可以不斷的印鈔票 美國是有全世界的駐幣權 美國說鈔票是我印的 問題是你們的 對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鞏固 美國三大紅線 軍事 科技 第三個就是駐幣權 所以你看任何國家 要用人民幣來賣石油的話 你看看美國會怎麼對付他們 所以美國這三大紅線 所以這就是美國為什麼他要保佑他的駐幣權 要說美國沒有駐幣權 美國經濟早就垮 外部性很大 因為我看其實他還蠻訝異 就是那個人民幣的貶系 人民幣現在就是 因為他的基本面也是不好 因為這要是美元太強 那這個要等一陣子 就是說等到美元開始比較升息 比較停止或是開始降息的時候 亞洲國家就會比較恢復正常 那像亞洲金融報就是這樣子 1997就是開始從這個正央開始 就是泰銖開始 就是泰銖開始貶 泰銖影響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影響新加坡 新加坡韓國日本台灣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的金融風暴 造成亞洲各國貨幣貶值 其中泰銖貶值22%跌幅最深 目前泰國政府已經向國際貨幣基金要求援助 台灣也會適時的配合 對於台灣的金融穩定程度央行指出 目前穩如泰山毫無問題 只是需要解決金融檢查方面的問題 新的制度出來以前 我們先成立金融檢查委員會 財政部跟中央銀行的兩位副首長 共同主持把這個 這個三頭馬車的力量整合起來 那時候是中國大陸後來 中國大陸就直貶 因為中國大陸那時候很強 直貶然後整個亞洲會貶值風潮 就開始慢慢向下來 如果說中國大陸在貶的話 那可能在另一輪的貶值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中國大陸他們畢竟是中央級 對於匯率的控制性 其實會是有比較大的權力 那其實在20大之前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都穩穩的在大概7.25 美國彭博社是認為說 像人民幣它在匯率的部分 可能在中共20大就是習近平確定 第三任連任之後 他們對於外匯的浮動區間的控制 就會把它放寬放手 是嗎 因為我想說當然人民幣如果適度的貶值 也可以舒緩它的一些壓力 因為這個對它出口 對亞洲國家的一些競爭 然後它本身你經濟如果不好 你勉勉強強維持你的幣值 也不見得是那麼有利 等到 如果說等到 那亞洲國家開始變 我這時候進場 就讓它這個區間開始收斂 這時候會對它相對來說 比較輕鬆一點 現在因為外資也大家認為 這個時候大家 因為中國大陸還是維持它動態清零 所以大家對它還是比較 可能會對這經濟比較沒有那麼信心 做到精準風控就可以了 然後不要 因為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是 可以在家就可以掙錢幹嘛的 他們有很多壓力嘛 車貸啊 房貸啊 還是很多地方需要花錢的 如果長時間封控的話 肯定人會受不了 所以抗議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這個日子還沒好 因為我說特別是人 有沒辦法 對吧 這時候這房間 因為老年你得了個毛病 就比較討厭了 對吧 一在國家也不能有了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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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這就是一個取捨嘛 經濟跟老百姓的安全 是一個互相取捨嘛 除非說已經到動搖國本 比如說大陸你看這個 這時候清零 動態清零的時候 那第二季是0.4%的成長 你看以前都是15% 現在是0.4% 然後對這個一些消費投資 甚至外資 最近看到那個富士康 不是整個20萬人大逃亡嗎 所以他乾脆就把你整個封鎖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KPI的問題 我們在20年前 一二十年去大陸去出差的時候 常常坐飛機都會delay 都會延誤為什麼 因為就上面的KPI 是連坐法 你今天只要有一個飛機失事 這承辦人下來 上三級都要下台 然後所以你會怎麼做 你就是想說 那我乾脆就delay沒關係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光位是我的事 所以寧可delay不要做 這就是KPI的問題 所以大陸現在上面 如果很重視這個KPI 下面的人也不敢隨便開放 近期群眾反映的問題 主要不是針對疫情防控本身 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 簡單化 層層加碼 一刀切 忽視群眾訴求等方面 所以這裡面就涉及到 這個KPI能不能調整 如果說經濟真的變得很差 比如說我們要共同呼籲 共同呼籲第一件事 是不要把柄做大 不然你怎麼分 如果柄一樣的柄 那更多人來分 一定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共同會的全體之下 就是要把柄做大 如果說我在動態期 你還是會讓柄小的情況下 沒得分配 那這時候領導人的思維 會不會改變 這時候一面之間 就會改變這個政策 老師那為什麼中國大陸在 就是它其實動態清零是持續的 那為什麼第三季 它的經濟成長率 能夠變到3.9這麼高 所以代表它其實縱使堅持之下 經濟的狀況其實還好 那就是因為第二季可能是一個shock吧 通常第二季就整個封鎖 但是你在動態清零 其實也會有一些適度的說 比如說我會調整我的政策 就是說我雖然說還是動態清零 但是我可能選擇一些比較標的的城市 或怎麼樣的 所以它中間可能也會有一些 一些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因為第一次通常你第一次封城是最可怕的 第二次如果在封城就會有一些對策 或是說一些關大門開小門或什麼東西的 就比較不會那麼大的一些shock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整個封城全部都灑了 但第二次你在封城的時候 你就會有應變的一些機制 開一些小門或怎麼樣的來維持一些東西 那當然或許它的封城的速度 如果說管控的好 第三季可能封城的數目少 你的衝擊就會沒有那麼大 可能是這樣子 這個可能細節我還在了解一下 或者是他們一封的時候 趕快大量篩檢 然後很快就放了 對對對 所以就恢復正常 你要針對性的抓出來 對對對 所以就是你的這個目標城市 封城數目就會減少 那這樣子的話 經濟活動就會維持比較好 可是這個動態清零持續下去 會不會越來越多像鴻海鄭州廠這樣的事情 如果是還是很嚴謹的時候就會產生問題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你整個乘封了 經濟活動都停滯了 你消費投資 那你看外資敢再進來嗎 可能外資不會進來 你可能現在有資金也會撤資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整個老百姓的生活行為 你看不管是製造業服務業整個都掛掉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我想他在比如說到今年 可能比較穩以後 可能明年他們有很多人說明明年三月兩會的時候 會有一些變化 然後就是一開始因為我們 我們想的就是因為我們 並不是自願去隔離的這個東西 然後想就是說問一下就是 我們隔離期間有沒有這個動 這個就是算不算這個在此聽說 然後第一次就是一開始只是想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後面不知道 然後可能是有一些人在搞事 然後發展發展發展 然後就結合了 然後就下去結合了 然後結合完之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目前看起來像鴻海這樣事情還是很難 還是會還是很難 短期內不會改變出會上面的 Top down的KBI改變 像大陸以前比如說公安事件如果超過100個人 死亡 書記又要下台 所以你將來像比如說像那時候昆山又出事情 馬上書記就下台 如果說除了有改變 那我現在控制的公安就是我盡量 不要讓他事情擴展很大 不要讓媒體報導 我就把它壓在90人下我就會 這就是KBI的問題 所以就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對策 但是看起來這個習近平是還蠻嚴格的 所以大部分就是覺得是執行 然後就是一條邊 所以Top down的決策就貫徹到下面來 除非上面會覺得說這個對整個經濟衝擊很大 那我會不會做一些調整 長期封控不僅極大影響人民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還容易造成焦慮的情緒 引發生活困難 這種情況必須予以糾偏和避免 為此各地要進一步加強高低風險區劃分標準的培訓 組織做好風險區域劃定和管理 原則上高風險區一般以單元 樓棟為單位而劃定 不得隨意擴大 對高風險區既要嚴格管控做到足不出戶 也要全力做好服務保障工作 滿足群眾基本生活和就醫用藥的需求 但是大方向不變 但是政策可以做微調這樣子 這是我的想法 我也覺得他們都已經講話講那麼硬 感覺要轉有點難轉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戰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中天財經頻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開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再來就是台積電的部分 是因為台股跟美股連動性很強 而且資金的連動性很強 而且台灣股票裡面現在外資 佔了三成五五到四成左右 所以這個就牽動 因為股市跟房市不太有 房市比較local 比較本土的資金多 股市是跟國際借軌 同時跟NASDAQ跟這個道具公司的借軌 就是他們指數一步一趨 而且我們的科技股連動很強 美國開始從什麼晶片法案管制 感覺上就是對某些 而且是什麼叫什麼 實體清單 針對華為對中心 現在美國是針對所有的產品 系統技術 你所有的東西你都要這個 只有16奈米以下的所有的設備 技術原材料出去都要經過許可 這裡就很複雜了 甚至你在國外利用美國技術 你的設備清單都要做到規範 美國的手臂也很長 長臂管轄 現在還包括人 為什麼台積電會受影響 因為第一個是 它現在已經開始慢慢 技術管制已經針對高階製程 為什麼要高階製程 因為這種AI 5G 甚至很多飛彈的晶片 這都是高階 還有超級運算 比如說我們要打飛彈 那你的晶片 隨時要有些大量運算能力 你才能改變產速 比如說部隊在移動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 那你的這個就要有這種 super computing的power 什麼量子電腦 什麼這些超級電腦 所以這裡面就是要很高階運算 就是要高階晶片 所以第一個基礎管制就是希望 讓大陸沒有辦法去做高階運算能力 AI 5G量製電腦 這些超級電腦 這些東西其實是台積電 比較擅長的代工的部分 多少會影響 第二個台積電在中國大陸 也有10%的營收 然後如果這些高階運算 後面的這些IC設計公司 像AMD這種CPU的廠商 這個超微 像這個NVIDIA 飛達 這些都是在大陸都有 20-30%的營收 這些人 將來都是委託台積電代工 它的營收下降 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代工的商機 所以這是下一步 但是已經股票就是提早反應了 再來就是因為兩岸的危機 兩岸的問題 也讓這個geopolitical 現在每天都在喊 你看從美國的葉倫 商務部長 Intel的執行長 天天然後美國的參謀總長 一直在講說兩岸的危機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 不過還沒有完全敲定 就是在原來 我想應該說是差不多敲定 就是在同一個Arizona 同一個場子上面的 Face 2 5奈米是Face 1 3奈米是Face 2 國家安全也好 為了要賺錢也好 希望在他們的國家裡頭 也生產多一點晶片 這個我這次到APEX 就有好幾個國家對我表示 能不能夠到他們國家去生產晶片 所以我們台灣就是過去我們很好 是因為我們撿到槍 現在我們可能面到很大的不確定 包括技術管制可能要高階支撐 第二個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一個兩岸的危機 都是讓台灣變成就是說短期內 可是台積電因為你要複製一個台積電是不容易的 台積電本身有它的技術優勢 它的cluster 它的work ethic 它的就是工作倫理 態度 人才 它的這個產業鏈 它的產業群聚 所以不是隨便搬一個人就可以做 所以後來外資會覺得還是在台灣生產比較有力 這時候台積電就覺得它應該會從 所以我覺得這個利空比較短暫 大家會覺得嚇到了 但是如果你最後恍神過來 就是恍神了以後再回過頭來 你會覺得台灣還是有它的一些優勢 台積電還是有主宰它的優勢 只要兩岸有一些風險的管控 台積電還是有優勢就會回來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因為美國生息太快 它的這個利差 這個美國 比如說美國這個二年期公債率都已經到4%了 那台積電今天的比如說配股是12塊 好 一機配3塊 如果四機配12塊 一個4是沒有風險的 那你會投資什麼 到時候美國如果生息停止 自利率開始接近 或台積電的獲利能力提高 或配股能力增加 那這時候比較接近的時候 就會重新思考這些東西 我覺得台積電還是有它的優勢在 老師因為像那個半導體產業 大家最近都比較看空 最主要是因為很多半導體的大廠 都降低了它的資本支出 其實資本支出就牽涉到它未來有沒有看好 對 未來的 對 所以代表說它在降低資本支出的時候 認為它要獲利的空間其實是變小的 對 因為最近 因為大家前一陣子大家都覺得 這個半導體很好 所以全世界都在投資 所以全世界好 那時候我聽了 不知道講說未來三年 會有一兆美元的產能開出來 現在就是庫存嘛 第一個是沒有訂單 因為全球經濟下降 全球經濟下降 當然對需求就會減少 需求從這個 比如說解封了以後 對這個電腦 對這個筆電 對這個都開始需求減少 就會回饋回來對模組 IC設計經驗代工 開始有一些影響 所以它的第一個就比較不好 第二個是美國的一些技術管制 第三個是兩岸的一些問題 所以都會讓它開始往下修 所以它會對未來 第一個是產能過渡 還有一個庫存太高 為什麼 因為庫存通常半導體有 有幾種不同的一些庫存 比如說order 一到三個月 還有什麼forecasting六個月內 台積電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 這個因為整個資本支揮 為什麼介紹 因為第一個是 這個就是庫存太多了 因為過去 我講說這叫winner's curse 贏家的詛咒 為什麼 過去太好 要拼命的搶單 over booking double booking 超額下單 或者是雙重下單 等到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就拼命砍單 砍庫存 所以我有一個 我去好像一個半導廠 他就跟我說一到三個月叫order 就是訂單 就實際就給你錢了 三到六個月可能就是forecasting 我覺得三到六個月很好 我也給你錢了 但是一年以上的 它叫blanky order 就是地毯式的order 我給你下個10%的定金 我就把你產能報下來 但是一旦景氣反轉 我就訂單給你沒收了 我的定金給你沒收了 我就不honor我的contract 這時候會讓這個庫存更多 所以現在你看消化從這個廣達 從這個Asus 都有兩千億以上的這個庫存 回過頭會影響到上游的一些東西 所以最近聯花科台積電的走轉天數 庫存走轉天數都在增加 所以告訴你說這個是庫存太多 第二個是將全世界都在下修 那一定是需求減少 需求減少多少也會回過頭來 對一些相關的東西支出 那所以台積電也表明說 今年會砍10%的 它今年本來400億美金的支出 那明年可能會砍 今年可能會砍10% 那明年就不知道 就看情況了 那最近開始有一些企業 開始出來砍蛋 但是我們很奇怪就是說 我給你訂金 我給你沒收了 你就變成庫存家 你要吸收 在國外應該 有些事實上說 你要付至少50% 要不然的話 我其實風險很大 但是就算聯花科去cancel 台積電單子 台積電也不敢對聯花科怎麼樣 因為是大客戶 所以這會加深整個庫存消耗的 一些情況 所以聽下來老師 都是滿滿的利空因素 但是也有利多 因為台積電 我覺得就是我剛講利多就是說 大家回過頭來都看得利空 可是 因為台積電本身有它的優勢 它這個 比如說我的人才 我的一些技術 然後我的供應鏈 我的這個世界的地位 那忽然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產品 而且是 很多人 好像最近才忽然 悟過來 悟過來 所以 會嫉妒的人很多喔 嫉妒台灣有那麼好的晶片的生產 嫉妒的人非常多 那甚至他現在開始2奈米 1奈米 什麼1奈米要在龍潭還是什麼 表示他規劃 台積電的兩個優勢就是 我第一個良率不斷提升 第二個是我不斷地擴大我的資本支出 讓對手就是看不到我的車尾燈 他就是 我們講說他今年花400億美金 他是用營收的30% 他不是用他的盈餘的30% 營收是多大的base 30%你看你對手 所以三星遠遠跟不上他的一半 就是等於代工 我不是說整個三星的一些 就是說他代工的一些商機 其實是遠遠落後在台積電 他讓對手 這叫在這個網路時代 這叫又高又大的負城河 兩例拘束不斷地提升 資本支出不斷提升 把我推升 然後把對手遠遠拋在我的 叫distance second 就是很遙遠的老二 所以台積電還是有他的優勢 他就是在一個行業 如果說是 不是有這麼多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就是整個大環境不是問題 台積電應該還是穩穩在 在四五百塊以上 因為我看到台積電一直跌 跌這麼深 然後我們台股就跌得更深 因為台積電佔市值很高 台積電佔台灣市值 我那天就查了一下 大概是28% 那台積電一個全值一個跌 你看它跌 跌一塊就全值又跌多少了 但三星反而三星好一點 三星的市值佔好像韓國 18%好像 好像台積電佔二十幾 我不知道是26%還是26% 就是在股市裡頭 股市的市值 市值 因為韓國的股市比較多元化 台灣還是比較電子資訊率比較多一點 所以政府就祭出那個進空令 可是大家當然有個市場說法說 你這樣子可以讓台股不要跌那麼深 可是另外一個說法當然是說 你是用政策性的去前置它 然後到現在它變成是跌也只能跌一個量 那可是問題是我把這個進空令一放開的時候 其實會加速補跌 會啊就是如果說 不知道理論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還沒有到底部 那你在半三二星的時候就是限空 你等這限空停止以後 你還是會加速跌 那美國的就是美國為什麼很多股市 是沒有漲跌幅限制 它就一路讓你空到底 那跌升就會反彈 但是如果你現在有進空令是盤跌 除非你基本沒有改善 就是說我如果知道這個基本面有改善 那我這時候去介入就比較好 那如果說我基本面還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還有這個整個大環境還是不好的時候 你的這個限空令的話 反而會空了 結束以後反而再補跌 就是盤跌 所以這個就更 但是這個對投資人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如果說我沒有限空力 就一路跌到底 你會沒有漫出的時段 那美國人是這樣就是說 我更沒漲跌幅限制 美國只有幾次的壟斷機制停車 但是沒有我就給你跌到底 你就會反彈 所以這就是看你從基於保護投資人 或者是從這個跌升加速趕底 那你有機會反彈 但是因為現在整個基本面 因為台灣的基本面開始在變壞 從這個7月開始整個出口 接單出口都開始往下走 所以基本面在變壞 加上地緣政治的一些中心 所以讓台灣的 還有加上美國升息 所以很多人講說美國升息未停 或是美國沒有開始降息之前 股市只有反彈 而不會大幅回升 所以該不會我們的進空令 會一直進到那個明年 美國停止升息 Q1之後 對啊但是還有地緣政治的東西 所以你也很難去預料 美國一般人很估計美國升息 可能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會慢慢停下來 甚至有人認為說它會開始降息 因為如果大環境很差 它就必須要開始降息 其實我們吃過非常多的XO醬 但是這款的確不一樣 它是這個澎湖浮澎喜來登酒店的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因為它用了很多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那最主要裡面的食材 其實還有添加這個石斑魚 我們也知道這個石斑魚 富含膠原蛋白 豐富的蛋白質 那麼可以美容養顏 重點是它很美味 再加一點點辣的滋味 所以真的是可以說後勁十足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大家都像我這樣的職業上班族 對不對 非常的忙碌 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可以自己來做菜 既然這麼忙碌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用最簡單的方式 做出最美味的料理 那很簡單 其實在平常大家看到我們這個前面 常常吃這個最快速方便的料理 水餃 好燙青菜也可以 你就直接把它淋上去拌上去 那另外呢 加在湯裡面呢 一點點這個XO醬呢 可以提味 所以實在是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真心推薦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快點GO 這個上面呢 可以讓大家趕快的訂購 非常的方便 我們在修正攝影棚 前天後都是用水繩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這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 水繩烏滑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GO 來買送水繩一舉兩得